台湾大悲咒感应六则 民国五十年 林次仁先生原本信奉基督教 他婚后住在高雄县新辽村 一日七七腹痛得厉害 直到即将生产 立刻就近延请助产室 但接连四天难产 中西助产室皆束手无策 他忽然想起不久前 在火车上遇见一位法师 曾说如果有事不妨去找他 于是在次日一早就赶去找他 法师听说七七难产 即转身端起佛前的水杯 双膝跪地 难难地念起来 十多分钟以后 法师双手将水杯交给他 并对他说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圣水 能除一切苦恶 你信得过吗 当时他磕了三个头 表示信得过 于是他带着圣水 并且一出门 就开始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回家将圣水给其欺负下 结果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 念诵生中 孩子降世了 之后 林慈恩先生常去探望老法师 有谈说中 得知七七所服用的是 大杯水 即大杯咒圣水 而法师即是 当世圣者 明藏法师 不久 林先生也皈依明藏法师 成为前进的佛教徒 民国三十一年 周扬慧清女士在贵州省发心念佛 持诵观世音菩萨大杯咒 她取净水一瓶 早晚各念咒七遍 发愿救助当地病患 节能痊愈 三十五年冬 乔委会统计主任 中阳宣的三岁儿子 患高度烧热症 驻中央医院十多日 不致死亡 她忽然想起周夫人 曾对她说过 观世音菩萨的 微神之力 不可思议 于是前往周家 缩取大杯水 焚香离寝而去 她先为孩子 用大杯水摩擦 颜免口鼻 接着擦胸腹手脚 再撬开小孩的牙关 以净水灌之 不久 小孩子就能转顿声音 次日 竟然就能说能笑了 中妇人原为基督徒 却因此灵验 特别带小孩 到周家 叩谢观世音菩萨 民国十五年 前福建省防司令 李生春 当时随孙传芳 至福建 与周因仁各任师长 周与李二人 素不相好 周因仁贿赂 李生春的护兵 程系刺杀之 一日 李司令 骤秦 那个护兵 突然举枪向他射击 李司令忽见 前面有白衣观音 举袖一幅 子弹 戈然落地 护兵 急发第二枪 还是一样 再发第三枪 子弹却发不出来 随命左右 拘捕之 使之 为周因仁所主使 周因仁 见事迹败露 再护掳周之厨师 乘机下毒 一天 中午吃饭时 第一次 拿起汤匙 要喝汤时 觉得好像有人 从后面 撞击子的手臂 回头 并没有看到什么 第二次 再拿起汤匙 又是如此 他觉得很奇怪 于是要找厨师来问话 却又变讯不着 实验结果 才知道汤羹被下毒 两度获救 他猜想 可能是因为他平日 吃送大悲神咒 甚是虔诚的缘故 民国65年 家住永和的谢瑞村先生 从新竹返回台北途中 出了车祸 严重脑出血 送到仁爱医院急救 医师也认为 回天乏术了 当时在国小任教的谢夫人 与车祸发生后 每天都在观世音菩萨向前 持送大悲咒 祈求 菩萨能慈悲 加持 以挽回丈夫的生命 他坚定信心 持续不断 送念大悲咒15天 他的丈夫忽然从死神的怀抱里 苏醒过来 简直是不可思议 民国57年 住在新站的王永吉先生 因修理家中瓦斯 发生意外 全身烧伤 达68% 而与之熟识的广明寺真光法师 看到报上的报道 赶到更深医院去探望 此时王先生 由于吸入过多瓦斯 加上烧伤不胃 又肿胀流浓 昏迷不醒 医师 以不保能医 法师健壮 前送大悲咒 一个半小时 王先生于次日上午 就已经醒了 一星期 即复原出院 民国61年 雷鱼观祥局势 某日霍西 经常向他买菜的小贩 已怀孕足月 日前 突然两腿麻痹 下半身 挤进于瘫痪 不能动弹 顿时起了怜悯之心 于是 劝告他 要一心称念 观世音菩萨圣号 并发心 为之求取大悲水 即大悲咒圣水 雷鱼是 取来半杯兰开水 放在家中 观世音菩萨像旁边 秉息万元 清净身口一三叶 焚香 虔诚祈求 大声送念 大悲咒九遍 然后称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圣号百变 至功德圆满 才将那杯大悲水 交给病患 服下 如是三次 已经稍微能够移动了 如此 更增加雷居士的信心 他认为 观世音菩萨是 千处祈求 千处应 苦海 常坐 度人舟 只要诚意祈求 则是有求必应的 于是 劝告病患 每日 必须诚敬念诵 观世音菩萨圣号 到第五天 病患 以平安的 生产下 一个白胖的女婴 大家深感 观世音菩萨 救苦救难 不可思议的 微神 感谢您的观看 敬请订阅 点赞 打赏 转发 谢谢